1,2,3 不能看吧 欸 但我的余光瞄得到 我好討厭喔 我一臉真的得到很厭 沉悶 說那種別人想說 沒有感覺 所以自己要給我 的話完全不一樣耶 古人臉 什麼意思 沒有因為我之前演返校 喔 然後現在又是演一個解言之後的人 然後他們就說 你是不是有一張古人臉 欸這個很 我真的很生氣 我應該沒有記錯吧 這個幫我插一下 812號12月30號 好啦 好棒喔 了解了啦 我沒有辦法 很衝動的愛上人 我是一個容易 看到別人優點的人 就是我很會關注到 人的優點是什麼 就是如果愛上人會 很快的就 給很多東西 趕快確認關係 對趕快確認關係 然後好近 對下一次的關係 就是我覺得我會看到他的優點 但是我覺得曖昧期間會很認真的思考 適不適合繼續抽下去 不行 喔不行 精神出本蠻嚴重 對我都有講 出這個習慣很小 記得有一次 我喜歡的一個女生 然後 那時候 上安靜班 然後就坐在老師的車上 因為他還跟學 學弟聊天這樣子 我只會把他送飯下去 我其實也是一個蠻愛吃醋的人 這樣子 然後其實 有時候心情比較不好的時候 女朋友點男生讚 我也會吃一點小醋 但是我是 會自己 在自己的內心世界 演很多戲 想很多人 但我不會讓對方知道 都會聊 我覺得如果有紀念假期的東西 我會用下來 但是如果 假如我今天交了一個行李朋友 然後他很介意這個東西的話 我會把它收掉 如果現在有女朋友的話 我會把它收起來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那個東西 如果被發現 我留著 我會跟他講說 我會解釋 告訴他說 那時候人家送我 什麼心態啊 什麼什麼 其實我覺得 不吝嗇讓他知道 我以前的故事 這樣子 不一定 沒有 社會啊 社群媒體的資訊 真的太快了 所以我覺得 很多時候 人跟人之間 是 沒有辦法實體 有時間相處 所以有些人 一定還是有真心的人 抱持這種心情 去 還交友軟體 對吧 所以我還是 本能的相信 還是有真愛 只是自己要小心 當然因為 因為不是真實碰面 可能網友這個東西 還是要小心 這樣子 自常會看到一些 一些人 他是 走過去的時候 我會 我會覺得 他很漂亮 或是他很名人 對吧 所以我覺得 一見鍾情這件事情 一定是有 我會開個感覺 你知道 有些女生走過去的時候 有那種自信 我很喜歡那種自信 唄 其實我一直是 需要相處之後 了解對方的 所有 習慣 以及個性 才會 去分析說 我喜不喜歡這個 一見鍾情的話 我會一直相信 有這件事情 在我身上 真的還沒有發生過 但我一直覺得說 我有一天 可能會碰到一個 我第一眼看到他 然後就覺得他 很多東西都跟我 很合的 跟我 五歲嗎 五歲差不多吧 但是我實在覺得 要看感覺 對啊 就是可能 他三十幾歲 但是他的 心靈還是 有很 很 很小孩的部分啊 那我會覺得 很可愛 很女人這樣子 是 所以基本上 就不能接受 遠距離嗎 可以接受吧 但是不同種感覺 沒有那麼長時間 碰在一起 但是會更珍惜 每一次的相處 可以接受遠距離嗎 可以說假如 同一句也好 我也不會 時時混在想你們在一起 但我心裡很想 對 但我會裝作 你在 就是不要 很大保持距離 就是想要 爽 爽 爽 就是當我出現的時候 我一定要讓你覺得 我終於回來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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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再問一次 你覺得你有一套古人 哈哈 再問一次 真的很過分 我再講一次 哈哈 哈哈 對啊 開始 薄荷桃 它竟然有過了 過了睡覺的地方 然後從上面看我 然後我們兩個 在薄荷桃吃 我很喜歡那一場 因為我覺得 那一場是 每段愛情都有的 非常美好的一個回憶 就是你跟一個人 在一起的時候 你們都有屬於你們兩個 一個很 很獨有的回憶 那個核桃 那個卡塔卡塔 那個心跳聲 一定是阿翰跟Hurdy 最美的回憶 就是他們的 從那之後 聽到的心跳聲 都是卡塔卡塔 這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 就是阿翰在家裡 吹櫃的場景 雖然我前面已經講過 之前臨著房間 講過 愛思的場景 但要講 真的最喜歡的 還是他場景 家人那一塊 對我來說 也是感情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喜歡一個人 能得到家裡的支持 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看了幾次之後 其實我幾乎每次都被 彩花姐的那個 眼淚感動到 我記得我拿到 第一個大錶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看那天是 幾月幾號 其實前面都是非常 不安 然後緊張 想說 哇 真的要來的 哇 真的很難 然後因為那一場 我知道很難 所以在 在 開始做角色功課的時候 我寫了一封信 給你張家 就等到要拍的那天之後 我才 又把它打開 然後把信打開一看 我覺得那一封信 蠻幫助我 暗定的 的確就是 蠻赤裸 蠻 蠻難的這樣 包括 我們腳踩在水上的聲音 或是 搓牆壁的聲音 或是搓身體的聲音 或是搓身體的聲音 非常細微 然後非常明顯 所以 最難的其實已經 就是動作 動作上 最難的是情感 我那時候想要帶他去 野餐 就是去一個 很遼闊的地方 可能是 山上 或者是 海邊 之類的 然後就跟他 在 在 那個地方 過一整天 我想要跟他有一場 說走就走的旅行 就我想要我們 沒有任何準備的 然後就是像一個 驚喜一樣 我們就 決定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就去 然後 沿路上 會遇到什麼 我們都不要去想 然後 遇到任何事情 我們都一起解決 對 對 我想要給他一場 這個 特別的 點心 我爸爸 我爸爸在 在 在我這輩子 一定會是一個 很重要的人 他會去 專演 演員 到底在幹嘛 還有表演 到底在幹嘛 對 所以 當我 接到這部戲的時候 我演一個 統治角色的時候 他是很支持 我覺得我 刻在 心的名字是 張家翰 因為這是我 第一次 主演的電影 然後這個角色 對你來說真的 帶給我很多的第一次 這樣子 包含 不管在我 現在 電影的道路上 我也希望能夠 秉持著他的精神 就是 我們 要擁有膽 然後要堅持 嗨 大家好 我是陳昂生 我是鄭靖蛤 刻在你心裡的名字 現真熱意中 這是我們的作品 一定要進戲院 支持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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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